猴豆还有登革热疫情都升温 机关书表示 猴豆在上个星期新增了23例确诊 再创单周新高 还有新增第二例的本土猴豆女性个案 但是感染源还有待厘清 除此之外 南台湾的登革热疫情上周暴增百例 而云林也出现本土群聚 其中有四例是登革热重症 环保人员在巷弄喷洒消毒 就怕登革热疫情再扩大 南台湾登革热疫情持续延烧 上周一口气新增一百零一例 登革热本土病例 主要热区为台南市仁德区和东区 云林也新增六人群聚确诊 其中四例是重症 病况最严重的为八十多岁女性 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而这也是近三年来 国内首都出现登革热重症通报个案 不只登革热 喉斗疫情也拉紧报 上周新增二十三例喉斗确定病例 再创史上单周新高 而且还出现第二例本土喉斗女性病例 各案为北部三十多岁女性外籍看护 来台已经七年 六月二十一号起 她因为身体出现水泡二度救医 经过医师裁检通报才确诊 初步疫道结果 六位高风险接触者都没有出现相关症状 感染源还有待釐清 至于新冠和流感疫情都还是处于高原期 上周新冠每日平均新增两百三十二例病发症病例 死亡则平均每日新增四十五例 流感上周新增二十六例病发重症病例 并新增十一例死亡 年龄近于四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都具有慢性病史 其中十例没有接种本剂流感疫苗 记者蓝水明谢其文台报道